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对他们的孩子 丈夫也显得非常淡漠 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丈夫的心另有所属 面对妻子的质疑 丈夫聂先生解释和对方只是朋友关系 然而罗女士却发现 丈夫和这位女同学曾经有过更为异常的情况 他们有出去旅游过 住在一个房间 他觉得我们两个人睡在一间房里面约见了 我跟他解释过没有约见 为了他的事 我们两个人也吵了很久 应该理解我呀 聂先生和女同学的机密关系已经如同炸弹 埋在了他和罗女士的婚姻之中 但他并不想做出了断 而更加让人错愕的是 除了这位女同学 竟然还有一个人 是聂先生心里更加牵挂的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将看到 五年前 罗女士和丈夫相亲时对丈夫一见钟情 他以为丈夫对他同样有意 可事到如今 他才知道 丈夫来相亲竟然是被迫的 就在他们相亲的前几天 丈夫刚刚被逼着和初恋女友分手 他说他分手 跟那前女友分手 他家人不同意 那时候确实是分得比较快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聂先生家人要逼迫他和初恋分手 又是什么 使得聂先生和罗女士相亲 仅仅仅第八天就决定订婚 后来就直接生活到一起了 这是双方家长希望看见的事情 我其实是不想的 我不想的呀 仓促定婚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真相 对于曾经的事 聂先生的母亲又为何失口否认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事情 婚后的聂先生和初恋 究竟又有着怎样不为罗女士所知的纠合 最终 罗女士是会彻底放弃结束婚姻 还是找到希望继续前行 调解马上开始 特约播出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近拍调解 本节目由豪氏首期特约播出 豪氏只有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 他当时去出差了嘛 然后是网店我在看 我就在他电脑上不小心 我是不小心看到的 他跟他前女友的那个 一些亲密照片啊 很多 那些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是你们结婚前还是你们结婚后 就是订婚之前 因为我来的他还没删掉 你在意的是他一直保留了这些照片 对 她说要留着回忆 有什么好回忆留的 这是他给你的答复是吧 嗯 那你有要求他 我前面我要他删掉 他说好啊 好 结果他给我来个隐藏 就藏起来你看不到了而已 他看得见他是个神星啊 那你怎么又发现了呢 然后我就 我有点不相信他嘛 然后就我就我就去 不小心又被我 在那隐藏里面被我看到了 我说你前面之前不是跟我说你 已经删掉了吗 隐藏了他也看见了 我学习甚至我当然都会啊 那些人说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我是舍不得 还是说不愿意删 其实你自己心里都不确定 我两者都有吧 可能 所以刚刚罗女士说了一句话 他都还留恋着过去 我怎么尽得了他的心里 你觉得这有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 这是他的他的刺 我可以理解 不是 这不是他的刺 而是他认为你心里 已经有一个人了 那他就尽不了你的心 所以他一直会觉得 你不关心他 我觉得我既然找他 我就把已经过去切断了 他应该相信我的 你自己都说 可能还舍不得 两者兼有 那说明你的心里 可以住下好多人吗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们两个换个位置 换成是 他是这样的 你能接受吗 可以的呀 他可以留着他前男女 咱们哪有什么关系 那他过去了呀 那已经过去了呀 他也可以留着他的前任 作为一个美好的婚 他有就好了 他没有了 我希望他有 我真的希望他有 我希望他之前 谈过几个了 气死我了 那你觉得你心里有他吗 肯定有的呀 你觉得在你的心里 他跟你的前任友 跟你的那个 亲密的女性朋友 有什么区别吗 他是亲人啊 是我老婆呀 过一辈子的呀 除了是亲人之外呢 除了是亲人之外 那我们就看两个人 脾气能不能适合 能不能互相理解咯 但他总是这样 你心人都没有 你怎么理解嘛 是不是 他老是有点什么 毛铁头 他就说你 你想这辈子 怎么能 你想这辈子 这没有的事情呀 我都没在乎 他的心不在我身上啊 不在这个家庭身上啊 他就念念不忘呗 初恋 聂先生觉得 留着初恋女友的照片 并不代表 他就有什么思想 和情感上的问题 可是据罗女士所知 丈夫婚后和这个前女友 其实并没有断绝关系 微博里面有很密切的话 而丈夫之所以五年来 对自己视若无睹 而对前女友一直念念不忘 是因为她当初是被迫和前女友分的手 聂先生告诉大家 就在她被家人逼迫 和前女友分手后 她无奈地接受了家人的安排 和妻子罗女士相亲 并很快走在了一起 但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也就是说 她对父母是充满了意见和不满的 然而面对她的说法 她的母亲杜女士 却很快提出了反对意见 她那时还在读书 才二十岁呀 她找什么女朋友 她在读大学呀 我们看有没有看到那个女孩子 我老公认得不认识她 我到她看见过 她也是外地的 我们也是外地的 哪里可以在一起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呀 她也不知道我是什么地方的呀 到底是你爸妈不同意 然后你爸妈促成的这个婚姻 还是 你这个好像听起来出入挺大的 肯定是她们不同意 然后我结婚了 她们跟我说了一年吧 就是年底相对亲嘛 前面一整年都在说这个事情 我有说不呀 你说你应验我去 那我到不了出去干活就好了吗 行李都准备好了 我都准备走了 我妈本来在店里看店的 她回来了 她说你不要走 听我的 因为你不这样子 你奶奶也会骂我们的 就是武德文的感情的 都跟我说那我没办法了 只能这样子 听她妈买的 认识了七天出去吃个饭 晚几天什么的呀 后来就直接生活到一起了 对 这是双方家长希望看见的事情 并不是说我们两个小年轻希望看见的事情 我其实是不想的 我不想的呀 谁想那么快 家长比较的一言堂 一言堂 而且不接受反驳 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事情 她上前的时候 她才二十岁 你的儿子这么大了 人家说跟你说没吧 去看一下吧 好吧 你就去看吧 看了 我不知道他们同意不同意 我还不知道 她就说她同意了 就把这个女孩子搭到我家里来了 我们没有说 一定她娶这个女孩 是她自己同意的 她那时候灵机不大 我不可能一定她娶这个女孩 没有的 儿子的表述说是 在你们的强力的一个 托合之下 她才会选择七八天就订婚 其实她也不想那么早结婚 那她可以说出来呀 婚宁床可以说呀 她没说呀 不是非得要我娶 我老婆这个人 她是要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事 按照杜女士的说法 她确实是不支持 儿子和前女友交往 但并没有做出过今行为 她也确实有安排儿子相亲 但却没有急于 让儿子娶了不满意的人 可是聂先生却坚持称 这种婚姻从头到尾 就是父母安排的 这似乎更加印证了 妻子罗女士的说法 丈夫的心里 从来就没有过她 那么当初 聂先生之所以相亲七八天 就同意订婚 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 我跟她相亲前一天 我看到的时候 我们两个互相看不上 反正是看不上眼的一个嘛 然后第二天 我好像也没有那么 好像也有点惊喜的 首先外形一下 就第一眼就感觉 跟其他相亲对象不一样 然后就出去聊一聊 然后我就听她奶奶 说她就是相亲之前 在外面一年收入也挺好的 我以为她会是那种挺有能力的 挺有见识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用这个作为判断不太对 那是后来的事情 但是当时是这么想的 因为只有八天嘛 所以我能不能理解 其实是因为 你觉得她长得也很好看 然后身材也不错 很高挑 然后又听说很有能力 会赚钱 会持家 对 罗女士 你刚开始相亲的时候 认识聂先生 你对他还满意吗 满意他什么样 不好意思 从一开始 这位聂先生就不停地在动 特别像一个五岁的孩子 不好意思 就看得我心直慌动了 然后你老婆哭了一个半小时 你笑了一个半小时 当时我只是想 就是同意可以交往 当时看着她有点腼腆的吧 就是感觉有好感 没有其他的 你们两个多大了呀 93年的不是26 27吧 结婚都五年了 我妈还嫌我结婚晚了 如果说你们父母都不催的话 你们两个会决定 那么早结婚吗 我们两个亲都不会见到我 怎么会见面呢 我不会 她心里也有一个 完美的存在 只是没有特定的对象而已 我当时是想跟她 多了解一下的 说没得打电话来说 南方那边要订婚 我的父母就说 怎么这么早 会不会太突然 然后我当时我也是 哎呦 就感觉我也觉得她 好像就是第一眼 对上眼了嘛 然后就 统一订婚的 为什么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你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就是看一眼 觉得不错 然后就 现实没 真的是没时间去了解 是您没给自己时间 不是没有时间 她那边也急的啦 我妈妈她们不急的 个个都不急 对 个个都不急 然后八天就急 是那边急的 你放心吧 肯定是 但是昨天我有打电话 问说没的 她说是你奶奶 哦对 我奶奶也急 对 我奶奶很急的 她说是她奶奶 自己那边着急的 她又说是我这边着急的 这个没有什么好怪的 已经发生了 没什么好怪的 把问题解决一下就好 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我说句实话 我看到的就是 你们俩没感情 对 但是现在有家庭 有小孩了 你两个人主要 互相相信嘛 互相信任哦 为什么呢 既然都没有感情 然后你心里边 还有那么多回忆 然后这个女孩 又感受不到你爱她 没感情 不意味着不需要 我知道 都需要 我也需要 她也需要 对 她经常吵 我们也经常分床岁 像这一次分了两个礼拜 又是因为一件小事情 莫名其妙啊 什么都不说话 就分了两个礼拜 心里 难过 就是你们的父母 认为你们到岁数了 该结婚生子 延续家庭相伙了 然后就把你们两个人 往那一凑 你们俩你看 长得都挺好看 也还都挺不错 那就在一起吧 然后这日子 就这么过起来了 超帅 特别复古的一种 很传统 我都没想到 吓死我了 吓死你了 那你当时干嘛 要同意呢 我不是 我说这个模式 吓死我了 那你为什么同意呢 我抗争过的呀 你进入的婚姻生活 并不和谐 就是他也难过 我也有时候难过 双方家长也 所有的观念 相差都很大 除了对待情感的观念 对 生活工作 没有一个合拍的 当初 聂先生之所以会选择罗女士 并不全是被迫 而是因为第一眼的惊喜 和想象中的美好 没曾想 真正在一起之后 他觉得 妻子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 于是 很快便陷入和前女友 以及女同学的 情感纠葛之中 无法自拔 然而 对于罗女士来说 丈夫 却是他情感的全部 你在这个男生之前 你交往过男朋友吗 没有 没有 初恋 真儿八经的初恋 可是丈夫 非但不能给予他爱 还态度很恶劣 在月子里面打我 因为两万块钱 我就说 就放两万块钱 放到 理财里面去 她很愤怒 打打骂骂 确实是我不对 罗女士始终流着眼泪 难过不已 可聂先生却一直挂着不屑的笑脸 心里老师沈山决定 让他们做一个游戏互动 沈老师让聂先生坐在场中央 然后让罗女士围绕着她走 并说出心中的不满 罗女士连走了几圈后 终于开口 我不喜欢你 对着我大哄 不在乎我 我不喜欢你喜皮笑点 她做事一点都不认真 始终处在感情劣势的罗女士 对聂先生显然起不到任何威慑作用 聂先生仍旧一副不痛不痒的状态 罗女士再次停下 不停地抹眼泪 随后 沈老师设定了另一个场景 还原夫妻俩的矛盾 这个时候的场景是什么呢 就是小孩发高烧了 然后女方呢 在家里面特别地造极 你会采取什么样的一种链接 跟孩子合到就是你的那个她 到医院去看呗 如果是不是凌晨两三点的话 拿东西呢 走了 去医院呢 她做到位了吗 在家里不是这样子的 我在家里都是我自己 你一个人鼓起勇气 在我儿子去看的 那男方刚刚为什么会是这个状态 我觉得在家里的时候 可能是认知上有差距 如果她真的发烧了 肯定要去看呗 刚刚她有没有重复一个 她说如果不是凌晨四点的话 对 不是 我不会一般的话 我不会凌晨三点去 她经常凌晨三点叫我去 家里不止这么一点的 那里很凶的 在家里很凶 因为都是因为她做得不够好 夫妻俩在生活中对对方都充满了不满和埋怨 以至婚姻一直飘摇不定 沈老师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状态 在这两个互动当中 你们真的就像什么呢 两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可能吧 因为任何东西你们都要加什么 加前提 非常的不稳定 很飘摇 就是给人感觉是什么呢 你们的这个结婚大厦的地基 一点都不巩固 确实就是不巩固 什么样的方法 用什么样的状态 来巩固你们这个四口之家 我们不能够只是建立在我们当初的那一刹那的对她的好感 或者对她一刹那的这种婚恋的欲望 然后就把自己的一辈子给她 啪 碰撞和交代 你们两个人都需要什么 为这个大厦的地基去天转家娃 去用自己后半生 一定要一个是独立 一个是自信 要让自己的心态的话呢 更加的健康阳光起来 对的对的 而这一点你确实要注意 如何去练上这个家 如何让自己的责任最大化 这个都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么女方呢 你也不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苦菜花 你只要让自己有了底蕴 有了底气 有了自信 真的你能够撑起家的半变天的时候 这个男人对你的这种天平和 他是不可能小叙你的 你现在的话呢 拥有自己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孩子 还有你自己 所以你要把自己给锻造出分量 你要把这个家庭锻造成为像一个家 你们两个人刚才讲到的一样的 为什么你们俩会结婚 总归是你们俩看对方 看对眼了 觉得他也还行 我可能再相亲再找 也找不到更好的 不如我们就先凑合一下 我们结个婚试试看吧 只不过说你们今天到这里 因为对方好像没有想象当中好 之前对对方的期望值过高 在婚姻生活当中 觉得好像有点失望 甚至是很失望 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情况 回头去想 当时要是不结婚就好了 当时要是多了解一下就好了 这是你们现在回过头来的 事后诸葛亮相的事情 当初为什么结婚其实不太重要了 聂先生你为什么要一直去强调这一点呢 今天你在场上说了很多遍 你说当时结婚就不想那么快结婚 那么快让我结婚我心里很难受 你做了很多此类的表达 在你的老婆听起来是什么意思 她会听着很刺耳 她会觉得我现在给你生了两个孩子了 你现在告诉我你当时跟我结婚就是不情愿的 那是我赖上你咯 是我赖上你家咯 为什么她会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她会一直觉得你跟谁谁谁怎么样 就是因为你的这样的表达 让她觉得这个男人好像是被强迫 跟我在一起的 所以说你要说她没有安全感 谁造成的 很多你认为不重要的话语造成的 就像你讲的 我的前女友 我要留下来做个念想 哪怕是说你心里啊 心里有一点还有点这样的想法 但是你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你很清楚地知道 这个女人是我老婆 跟我生了两个孩子 我们要过一辈子 那么你就要有个取舍 而且你不要放在嘴上讲 你还说我不知道 我不善事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舍不得你 这个话说出来呀 你就是图个嘴里痛快 你其实心里未必是这么想的 就是你这些无意义的话 你可能忍两秒钟 你都会吞回嘴里的话 造成了误解 你和你的母亲 你们有一种模式 就是遇到了问题 遇到了事情的时候 你和你的母亲都缺少担当 可能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 你把这种缺少担当的这种行为模式 一直延续到了你现在的家庭里面 第一个例子 讲到你的和妻子的这些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状的时候 你的理由是 其实我并不是想给予结婚 是因为我爸爸妈妈 要我赶快去结婚 你刚刚说为这个事情纠结了一年 这一年我到底是要不要去娶老婆 我要不要去相亲 你的母亲对这个事又是吃口否认的 你的母亲也是一种缺少担当 他没有把这个事担起来 而我儿子说是因为我吗 那行呢 可能是我在教育孩子方法上 或者是我在生活上给过他这种压力 对吗 他应该是这样去回答你这个问题 可是他又把这个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我们没有 我都不知道 甚至你讲到你和前女友的关系 是因为你的家庭给了你压力 使不能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母亲也是完全吃口否认 我不认识这个人 所以你的家庭是这种模式 那么在这种模式的情况下 你就自然而然的养成一个习惯 遇到事情我就躲边上去 你母亲刚刚讲到你一个习惯 我非常在意 就是当你和家里发生矛盾的时候 你可以跑到外面去吃饭 跑到外面去几天不回来 我跑到外面去吃饭 不是因为我没有解决 我真的解决过 我跟他私下也沟通过 我也找双方家长来沟通过 但是没有用你知道吗 所以你还没听清楚我的话 你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说你要去找人家去解决你的问题 而是你首先要解决我自己本身的问题 我解决了我自己的问题啊 你说你解决 其实你没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 你的认知是有问题的 你要意识到 我的爱是没有拿出来的 我们希望能把你全部的爱 交给你的妻子 因为你还有两个孩子 观察员们觉得 要想解决夫妻俩目前的困局 一方面需要聂先生 正视过去直面未来 另外一方面 也需要罗女士 拿出正确有效的方式 来和丈夫沟通 然而罗女士还是表示 无法忍受丈夫 偷偷翻看过去照片的行为 这时调解员百彦仪决定 向罗女士解读下聂先生的内心 而这竟然使得 一直嬉嬉笑笑的聂先生 突然崩溃地突了出来 看到你们的年纪 93年94年 如此的青春 但是就提前地进入到 这么苍白和乏味的 这样的状态里 说实话有一点心疼 也非常的遗憾 我觉得二位 有特别重大的冲突和误解 小聂与其说 她是在思念回味她过往的情感 不如说她不忍割舍的 是她唯一曾经拥有的自由 是她的青春 是她的活力 是她被尊重被认可的 一些残存的可怜仅有的一些证据 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 唯有那一点点可怜的青春的东西 才证明她曾经年轻过 事情也不忍割舍的 这里是金融 感谢观看 他因为认同这种模式 他也可以 但你看两种他都不占 你以为这个男孩子 既然同意相亲 同意在八天之后结婚 他就能够去认同这样的一种模式 我根本不知道 对 所以这是接下来我要说的重点 在父母的无视的状态下 就被推进了这样的一种 毫无准备的一种生活状态 然后在很多的现实生活层面上 父母又不去历练你们 也没有让你们去承担 你们应该去承担的创业的风险 带孩子的艰辛 生活如果有纷争 那应该去承担的那样的一个后果 那父母全都在替你们在遮掩 你们二位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有了五年的婚姻 如果我们的父母没有能力学会尊重孩子 那作为年轻人的我们 是不是应该先学会尊重自己 一个人要想真正的获得尊重 那一定是建立在独立的基础之上 夫妻俩从结婚到现在 五年的时间 跟着父母一起做生意 父母帮着带孩子料理家务 始终没有共同承担起家庭的担子 在发生种种矛盾时 也都没有办法和能力独立解决 调解员百叶宜希望两人 能够在独立的前提下 妥善规划接下来的婚姻生活 然而进入密室之后 罗女士还是对丈夫充满担忧 我有信任过他 但是我生了这个小的 他又反出来了 他当着他爸爸妈妈 承认想过亲密的女性朋友 还有一个前女友 我们要提醒他照顾你的感受 我们在指责他不注意的时候 是不是你自己也不够强大 观察员武运劝导罗女士 要学会强大自己的内心 用自身的魅力和优点去吸引丈夫 而不是一味的流泪 你的眼泪已经成为了你 无力去改变现状 成为了可怜的一种武器 很显然 他对你的眼泪已经 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感知力 对吧 你哭你的好了 所以我不认为你 一直掉泪 一直眼圈泛黄 是好的吧 不是好的话 没错 与其去等待别人同情我 不如学会自己坚强 其实我也不想哭的 这几年感觉好像从来跟他们好像没有开心过 学会呀 不要再那么卑卑其切的 对对对 这个是我很懦弱的 对 我自己都感觉很懦弱 我的外面是一个开朗的 但是有时候遇到自己的事情 有点消极 抱怨有点多 对 在五蕴的引导下 罗女士对自身的缺点已经有所意识 此时场上 观察员文艳则针对情感问题 再一次对聂先生做出劝诫 他就会觉得你心里没他 你看我不顺眼 你才会挑我的思想 因为他压根没有认识到 他是有问题的 这个事情你今天应该先做一个表态 你真的应该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前女友 暧昧对象之类的人 真的是地雷 没有一个女人能忍这种事情 这些事情不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那你 那你就该表态 我忘了他们了 表态过了呀 好像都跪下来求他过了 聂先生表态 自己不会再对过往的回忆有所贪恋 只希望妻子能够放下心结 与他齐心协力 撑起属于他们的这个小家庭 而不是防着他 他没有女强人这本事 但是有强势的性格 他之前赚了钱 我只知道他的嫁妆 跟我这个 好像我不想想的 那你这样去考虑一个问题 他不愿意的原因 是 我只知道他在做这些东西 他没想到他 他们能够放下心结架 他很快就会 我只能把他看起来 因为他在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他有什么 他只能够放下心结架 他还没得到 那是 我只能够放下心结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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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两位 现在有什么想法 看见 罗女士笑了 来抱一下吧 我以后会更加关爱你吗 关于家关爱孩子 然后对双方父母更加孝敬 动手的行为我们都不要再出现了 还有那个家庭经济的状况 我们都公开看我们明明一目了然了 味道 味道 我看刚刚这个罗女士主动的 但是我对你一直一件东西 我很喜欢你 但是我怕我走不到你心里 我爱孩子 爱我们两个人的孩子 以后我们俩 开开心心的 照顾自己和孩子 我们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不放下 你不要怕了 哪有什么怕 不要怕 不会的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我们的罗女士一直在抹眼泪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是我们的聂先生一直在抹眼泪 我看到她没有喜欢 我会把她取进门吗 肯定的呀 你要把那个惊喜表达给她 对不对 太漂亮了 我给你们二位一个建议 以后给对方抹眼泪 你看你们刚才自己抹自己的眼泪 以后我们都擦去对方脸上的泪水 因为生活一定是不容易的 对啊 所以两个人要相互支持 相互信任 对于小罗来说 你要相信自己 不论外边有再多的风景 她也一定是离不开家的这个男人 不肯定啊 然后对于小 对于小孽来说 很多的东西说起来容易 但做起来一定会很艰难 但是如果没有开始的这一步 就不会有未来我们想要的那种生活状态 好吗 对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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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赶紧回去吧 孩子们还在等你们 走吧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老师 不谢不谢 赶紧去 孩子在等你们 调解结束了 面对罗女士一句 就是对你一见钟情的表白 聂先生的内心也有了极大的触动 再次流下了眼泪 相信今后的她 会更加珍惜妻子的这份感情 随后夫妻俩新手来到场外 我们来妈妈做的 对 妈妈辛苦了 可以来愿好的 这里面不要我抽签就好了 对对 这里面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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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好 好 ne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